我之前好像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又是用頻道的東西 讓大家感受到 有造的美好 聰明如我講到一個方法 大家聽到現在這是我講話的聲音 那我們現在把它帶到我們很多東西 我們把它帶起來 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音樂少年 這是我們10萬訂閱的第一支拍攝影片 Yeah 然後之前有答應過一些網友 就是10萬訂閱會唱歌給大家聽 歡迎大家點歌 點歌在下面 下一集就來唱 說到音樂呢 其實你就會想到喇叭 想到耳機 尤其是在耳機呢 小弟買過非常多種 iPhone耳機 我最喜歡的Shoe耳 耳道是監聽耳機 又是一支監聽耳機 自己去灌模的定制耳機 我們現在演唱會的藝人 每個人的耳道都是獨一無二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自己 與眾不同的地方 就是你的耳道 每個人都不一樣 千萬不要氣餒 因為你的耳道一定跟人家不一樣 而這集的主題呢 其實不是要跟大家講音樂的耳機 而是我前陣子又去看醫生了 就是我的左耳會一直 出現了一個 很像耳膜爆掉的聲音 於是跑去醫院檢查 再加上一些無微無微的驗證之後 原來是長期的工業傷害 因為小弟我玩音樂很多年 都是玩那種重金屬音樂 再來從小的工作環境 因為我們對公安完全不注重 所以冰冰冰冰 從來不戴過耳機 只會戴耳機聽音樂 那音樂又放得很大聲 因為工廠也很大聲 工地更大聲 而這世界上有一個東西 每一個人都戴過 但是90%的人都戴錯 而他戴錯呢 就像保險XX帶反一樣 非常危險 那我們就正式進入主題 聽力呼吸之工業耳機 依照台灣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呢 只要工作場域超過90dB 他就能夠稱為噪音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要戴什麼呢 要戴耳塞 呼自己 但是戴耳塞呢 就像戴太陽眼鏡一樣 他不是越來越黑就好 不是完全聽不到就好 因為有許多工作的危險 跟工作的噪音 它是在提醒你下一次危險即將發生的 就像太陽眼鏡一樣嘛 你不會戴個漢奸面罩出去旅遊嘛 他媽跟XX一樣 所以在調整耳塞的時候呢 當然你就是調整到 你能夠聽得到旁邊的聲音 但是又同時綠掉噪音 依照台灣的法規 只要超過85dB以上 雇主你就應該要提供保護設施 給你的員工 跟你為你打拚的朋友們 好基本上來說呢 以書院的耳塞總共就有90幾種 高矮胖瘦 深度都通通不一樣 就像一樣 人有長短嘛 動有深淺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依照自己動的喜好 或者是自己長度的喜好 去選擇你喜歡的耳塞 塞在洞裡面比較舒服 所以你在買耳塞或者是耳罩的時候呢 上面會有寫一個叫NRR值 也就是所謂的噪音衰減值 那這東西可以幹嘛呢 好比說我測出現在的現場聲音量 是100分貝 然後像你現在看到包裝 現在它的NRR值是29分貝 也就是說咧 它能夠減掉29 那我們總共幾分貝呢 71分貝 沒有錯耶各位角色 非常聰明 71分貝 題外話啦 大家常常都有被檢舉過嘛 就是環保局 然後會來測分貝器 然後這邊測 跟我們有時候玩音樂啊 辦音樂計啊 玩音響啊 然後就會有 比較 關心社會的鄰居嘛 然後他會過來 跟你講環保局來測嘛 這個時候其實 你應該要看檢舉人 他是在什麼樣的位置 在檢舉人那個地方測分貝 而不是拿著分貝器 到你的喇叭前面去測分貝 他媽我放個屁就超過80分貝了 最近媽被檢舉的有點不爽 而在這個護具裡面呢 你又分成耳塞跟耳罩 有些人喜歡放裡面 有些人喜歡用外面 又各有各的喜好 耳塞就是放裡面的 耳罩就是罩外面 但是有些人覺得放外面太熱了 又不舒服 所以有些人又喜歡塞裡面 有些人塞裡面 都覺得裡面脹脹的 又不是很舒服 所以又喜歡放外面 你選擇完耳塞跟耳罩之後呢 你再可以選擇 你要通訊式還是被動式的 這兩個差在哪邊呢 等一下慢慢跟你講 而說到耳塞呢 你有分成 拋棄式跟可重複使用性的 說到拋棄式耳塞呢 也就是所謂的泡棉式耳塞 它帶起來比較舒服也比較軟 像第一種 橘耳塞 1100 它是我們最常見的 你常常在一些飛機啊 旅館啊 特性呢 就是它的回彈很快 第二種呢 這種叫黃耳塞 它比較柔軟 然後它也比較回彈比較慢 它通常回彈呢 你要需要60秒的時間 但是比較好塞 比較舒服 不是 它為什麼要軟軟的好好塞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回彈的速度比較慢 因為常常人家搓一搓搓一搓 要塞進去的時候 它很容易就已經回彈回來了 所以你塞不到最緊密的地方 跟最舒服的那個點 所以黃耳塞 就是能夠慢慢的回彈 讓它填滿你的洞洞 第三種 KLESSIC降噪軟耳塞 它的材質呢 是用熱反應泡棉製成 它塞進去的時候 它雖然看起來不好塞 但是你在慢慢搓進去的時候 它會依照你的體溫 當你的體溫是37度左右 它會變軟 有些東西搓一搓就變硬了 像這種東西就是搓一搓它就變軟了 在講拋棄式耳塞之前呢 我跟你講 地球上90%的人 耳塞帶的方式都是錯誤的 帶耳塞要怎麼帶呢 首先你要一直搓一直搓 把它搓到越吸越好 然後呢 第二件事情 把你的耳朵 像你媽小時候在捏你的耳朵一樣 這樣往上捏 看得到嗎 往上捏之後呢 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它是為了讓你的耳道 因為我們的耳道是彎曲的 所以呢 它把你的耳道拉直了之後呢 把它塞到你的耳朵裡面 大家不用怕 因為你的耳朵其實它是完全 它是根本塞不到你的裡面 不會拿不出來的 等到它在裡面你感覺到膨脹了 什麼叫感覺膨脹 就是當外面的聲音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的時候 膨脹起來 放掉 它就緊了 而且它絕對不會掉 如果你放掉之後 你覺得效果不好 還是感覺跟你平常一模一樣的話 那你一定就是帶錯了 然後最機會的就是呢 你不要這樣子亂捏 就是這樣子 左邊右邊左邊右邊旋轉這樣捏 以前當兵的時候那個打靶 男生在當兵的時候打手槍 你就是要亂捏 所以旁邊啪上去 你隔壁馬上會直接耳聾 左線預備 右線預備 全線預備 啪 然後 啪啪啪 第二種呢 可重複性耳塞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環保人士 或者是你覺得每天在那邊搓來搓去 搓得很不爽的話 這種可重複性的耳塞 它就長得像聖誕樹一樣 它能夠直接插入你的耳朵裡面 再來就是你都可以隨行 然後你也可以不用用一次丟一次 用一次丟一次 而這樣子的耳塞呢 它最適合在哪一個方面上使用呢 食品業 或者是你直接加工的 那有這種沒有線的 有線的 有線的呢 就是你怕你的耳塞 就是在操作的時候 有一個耳朵真的用不好 掉到食品裡面去了 那它有線就比較不會掉 不過這個時候 各位朋友你也不用擔心 它裡面都有裝飾金屬的材質 它是故意讓你的食品 如果在通過出廠之前 有金屬感測器的時候 它會嗶嗶嗶嗶的會叫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的耳塞到時候會跟著水餃 還是跟著一些肉丸一起出去 而在重複性可隨喜的耳塞當中呢 我個人最推薦這一種 白色的 它叫做Hi-Fi耳塞 它的握感呢 有獨特的深雪濾波器 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通常我們帶一般拋棄式耳塞 它的聲音會失真 因為你的吉他聲音的tone都會變得很悶 所以你就越調越尖 而這樣子的耳塞呢 它能夠降低分貝數 但是它的聲音不會失真 所以我特別推薦 如果你是做Stage的 還是你是做舞台燈光音響的 還是你是打鼓的鼓手 或者是你是在鼓手旁邊的吉他手 或貝子手 那你就可以用這樣子的耳塞 去保護你的耳朵 而第三種呢 像這種香菇頭 大家有聽過香菇啦啦啦的故事啊 好 這種香菇頭的耳塞為什麼存在呢 就是因為可能像我們這種常常做塞缸啊 要磨鐵啊 或者是做裝潢啊 你手很髒 你沒辦法把你的耳塞再抽抽抽抽抽放進去嘛 那你就會把全部的髒東西 抽到你耳朵裡面去 所以它這種後面有一種塑膠柄的呢 它就是能夠幫助你能夠髒髒的手 然後很乾淨的塞到你的耳朵裡面 那它的NRR值 其實也比之前的兩項還要再更好 NRR值是不是忘記是叫什麼啦 大家刀彈回去看 那原始類的講完之後呢 有沒有高科技類的 有 來各位觀眾朋友 看這看這看這 而這個呢就是我們在師父實驗的那一集 送給裡面其中一位森哥的 Portech 3 降噪耳罩 他的兒子 那他的爸爸呢 今天就在我們現場 我跟你講喔 現在森哥每天晚上靠這個聽音樂啊 白天聽他做工作 晚上聽他聽音樂 爽的咧 而接下來呢就到了 耳罩的世界了 耳罩的世界 大家以前戴耳罩都會覺得很悶熱對不對 所以於是呢 他們現在出現叫X系列 диX系列呢 其實從X1 X2 X3 X4 X1 X2 X4 X5 X5 尚無像我最近最喜歡的 BNW跟X6 而他的NR值呢 從X1到X5 數字越大 NR值越好嘛 價錢越貴嘛 就跟 BNW一樣 而他的形式呢 也分成了三種 一種叫頭戴式 第二種呢 叫插帽式 第三種呢 叫緊後式 而這三種呢 戴起來舒適度也都不太一樣 有些地方 一定規定要戴工業安全帽 所以你就要 有些人他不喜歡頭上有一個壓到我們那個頭髮有沒有 會分叉這樣看起來很不帥 那我就喜歡戴頸後式 而在我面前這個呢 X5 它就是市面上現在NR值最高的 但它有一個壞處 其實就是它NR值越高 但它就比較重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飛機起降啊 還是偶爾你要戴一下下 或者是突然在短暫的時間保護力非常高 那你的頸椎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如果你要長期佩戴呢 我個人推薦大家可能從X3、X4裡面去做選擇 而像這個呢就是X4 它的罩杯比較小一點 有些人喜歡大罩杯 有些人喜歡小罩杯 都比較薄 然後所以它戴起來也比較舒服 比較輕巧 那算是我自己個人啦 我自己個人喜歡X4 我喜歡小一點的 太大了 魄魚 而11M他們最屌的呢 就是他們所有X系列的東西都能夠直上 直上什麼呢 藍牙配件 也就是呢 你可以在一邊講電話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一邊工作 你又可以減低噪音 然後再來是裡面的人都會這樣 蛤 啥 你說啥 什麼啊 什麼事情 這樣子 就不會發生這樣的狀態 By the way 注意事項 它的耳罩是只有一邊有聲音喔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就是兩邊 像是聽環繞似喇叭一樣 沒有 改裝上去就是一邊有聲音 但是SREEN它的好處呢 就是 你的東西都能夠替換 像我們用漢階面罩一樣 就是你的防護板啊 你的耳罩棉啊 你的哩哩哩啊 反正壞掉一個換一個換一個 那這也是大廠牌的好處啦 所以喔 不要去買消耗火啦 消耗火喔 沒事用啦 接下來我們進到高科技 首先第一個 Pole Tech Free 就是我們之前送給聖哥老闆的 的這個耳罩 這個耳罩呢 其實吊在哪裡 我之前一直在思考 怎麼樣又是用頻道的東西 讓大家感受到 耳罩的美好 聰明如我講到一個方法 大家聽到現在這是我講話的聲音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塞到我的耳朵旁邊 我們把它戴起來 現在你聽到的聲音 是它透過耳機塞住 然後還沒有開去的聲音 然後這邊有一個按鈕 往下按 Power On 有沒有聽到 Power On 那之後呢 旁邊有一個大小聲 往上壓 嘿嘿嘿 有沒有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在裡面 很像是一個麥克風播出來的聲音 這個就是這個耳機非常屌的地方 也就是呢 一般你戴齊耳機 你就會聽到悶悶的聲音 但是這種耳機呢 它會把一些大聲的聲音過濾掉 然後呢 當你輕輕講話的時候 當你輕輕講話的時候 它統統都能夠把聲音放大 講個話 它其實就是裡面有喇叭 有沒有很屌喔 換你攝影師講 它其實就是裡面有喇叭 超屌的對不對 他們現在其實距離我大概幾公尺 大概五公尺的距離 就是我們拍攝的場景 所以呢 大家你看P2 耳機 我現在從裡面第一時間不簡介拿出來 所以也就是說呢 你剛剛聽到Hotel 3 它裡面耳罩的聲音呢 其實就是你真的戴齊耳機 然後去所聽到的聲音 它會把很遠很遠 小聲的聲音把它放大 你可以聽得很清楚 人到底在講什麼 在很潮叉的工業環境 冰冰匆匆 或者是在搖滾樂手的舞台現場 它會過濾掉很多很吵達的聲音 但是它能夠讓旁邊的人溝通出來 聲音都非常清楚 所以它的耳子其實就是耳塞式的Potex 3 那它的裡面呢 有一個小小的 你看 這樣放進去 它就能夠充電了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充電系統 L1P100跟L1P200 L1P200才能夠講電話 L1P100不可以 好了接下來我們來跟大家介紹 工業界的奢侈品高產貨 像這種叫通訊式耳罩 Potex XPI 它的東西能夠幹嘛咧 它開機之後你繼續按著 你就能夠連接你的藍牙 比如說你手機的藍牙 然後或者是你的播放系統的藍牙 你可以一邊工作 一邊聽音樂 然後在聽音樂的時候 同時咧 有電話來它也可以接 然後咧 其實工作的環境裡面 最忌諱就是一邊插著耳機聽音樂工作 因為旁邊如果發生什麼意外 或者是有東西要掉下來了 然後大家想說 阿仔絲 夏老師 那你還在那邊 很危險 喔對 當然它講電話就不用接線了 所以它就是一個工作上 如果你常常講電話的老闆 或者是你常常在 像我們以前在一些工具上監工 的時候就很適合用 比奢侈更奢侈 比連結更連結 通常你連結完藍牙之後呢 還能幹嘛呢 可以連結外星人 不是它可以連結對講機 Litecom Pro 3 也就是說呢 像我們在高空作業的時候 它除了可以連結你的partner之間的對講機 不用打電話之外 它也可以連結工廠內的無線電 那這個東西它連結你只要把頻率調到一樣的之後呢 它同時可以用無線電 可以藍牙、幹狗人、降噪、換氣 這個耳罩的售價大概是 星塵手錶 一支 Mewaki最高等級加兩幾電池 一支iPhone 阿仔絲一天的花費 金錢包酒店裡面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耳罩的頓缺戴法 耳罩呢 在你戴起來的時候 不是直接戴上去的 是要先把它往外拉 拉到最長之後呢 靠到你的耳朵上 然後慢慢的往上收收收收收收收 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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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他們的耳朵 尤其是做投授的 還是尤其是你常常在浴室裡面 打瓷磚的朋友們 真的一定要戴耳罩 以前彬彬彬彬彬彬的工作 加上音樂大力的催散一下 其實我左耳常會聽到 啪啪啪的一個聲音 其實真的已經很不好 而且回不去 尤其是你的手機 都千萬不要調整你的音量 到60%以上 然後連續聽一個小時 其實超過一個小時 對你的耳朵都是受損的 像台北捷運 有些地方最高分貝 它是超過80分貝以上的 當你如果一直戴著耳機 然後又把音量加上更高的時候 其實是Double再Double上去 好啦以上就是這樣啦 如果有更好的資訊 或者是有更棒的設備 我們都希望透過我們的頻道 介紹給大家 也希望大家多多幫我們分享影片 才會有比較多人看 比較多人重視工業安全 跟比較多人好好的尊重工業 尤其叫男人的老闆看 請他幫你買耳罩 這裡是超人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不 3月3號是我們的國際愛耳人 所以呢請告訴我們三個 你愛護耳朵的方法 告訴我們之後呢 我們就會送你很棒的耳罩 記得別浪漫 拜託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